现在的电视剧总有些魔力爱上大叔的故事 虽然故事情节还是不错 有些地方也很甜蜜 但是当两个人拍本戏的时候 不知道男女主究竟干不尴尬 今天跟大家说说几部剧里的男女主角相差的有多大吧 记得不要太震惊哦 前段时间张嘉义独特的走路方式在网上大火 引起不少人的模仿 而张嘉义的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很多粉丝都是年轻人 他之前演的《我的体育老师》里 竟然和自己的学生谈起了恋爱 虽然相差十几岁 但是在剧里两个人谈起恋爱也是相当的甜 你以为两个人只是单纯的拍个偶像剧吗 不 两个人在剧里还有本戏 以张嘉义的年龄女主都可以当他女儿了 但是现在他们却能拍得这么自然 不知道两人在拍戏的时候 会不会略有一些不自在呢 而这样的年龄差 不仅是现在的剧里会出现 很久以前的一部戏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西门无分》这部剧 当时也是特别流行的一部剧 里面的焦英俊和杨军军 这对CP也是很让人喜欢的一对 但是总感觉杨军军都可以当焦英俊的妈 是化妆把人化得太老了 还是真实年龄就比焦英俊大一轮 而之前网上还传言杨军军有六十多岁 不过经过调查 其实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她只有三十多岁 还有一部剧就是抓住彩虹的男人 这部剧是由郑爽和刘凯为演的 看这部剧的时候 真的觉得爽妹子颜值很高啊 不仅在现代片里有调皮可爱的样子 演技古装剧也是立马很有气质 有种大家闺秀的感觉 而且演技也一直在现啊 总有种气场在 不过在看剧的时候 弹幕里也会有网友评论说 怎么总有种妇女的感觉 而这一评论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确实 其实刘凯威比郑爽要大十六岁呢 这样的年龄差 却还要演成是相亲相爱的两个人 难怪观众会有想跳戏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 虽然这几部剧里的男女主都相差悬殊 但是能演成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看电视剧本来就是看个故事情节吧 有时候一个好的剧本 只要两个人演技也都不错 基本差多少 所以观众也不会太在意